最近好多人后台留言说 头人你胖了 头人你黑了 真的没有办法 有有没有 每天吃的真的超好 来到泰国以后 我昨天晚上吃的就是 300人民币日本料理 任吃海胆 鹅肝 还有三文鱼什么的 任吃才300人民币 然后我今天来的一个是一个泰国的网红餐厅 这边听说是一大盘 反正海鲜非常便宜 因为这边就在巴提亚的海鲜市场附近 他只开了下午三点 所以每天这样吃真的很难受 我去带你看一下泰国的消费有多变态 大家好我是胖岩 这个餐厅坐落在那个南普海鲜市场附近 就是北区 然后今天是周末 超多人排队 我们来这排了将近大半个小时吧 全部都是泰国本店来吃 就是然后他得了很多当地的一些奖向 很多网红推 所以我也是第一次来吃 但是泰国的消费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一家呢是比较便宜的一家 所以有很多youtuber 然后很多本地人都会来吃 他们主要就是各种海鲜的赶泡 赶泡就是他们本地的那种炒饭炒菜 哇这么小个桌子 妈呀我们我们 哦我们坐那边 我们是订了两桌 然后据说是很便宜啊 我们来看一下菜单 所以他们家特别有名的就是这个就剥好的这个皮皮虾 因为我是很喜欢皮皮虾 但是就不喜欢剥 然后那个海鲜炒饭 450了 他们装一盘这个只要370啊 370呢整个价钱都没有了 这边是不是这边 这边也没有了 不是 这个是干 这个干在这边 干个天 干嘛 干嘛 碗头干个天 350 对啊 那为什么那个350呢 干破8000 这个也是350 就是这个都是要泡沽 我自己去 皮皮虾反正就350 月里我要出去 那我们没点这个 我们点的不是那个 我们点的是不辣的 就不是350 对 这个呢这个蟹 这个等一下 因为移民期 都18岁以内 那泡沽 350 都是350 才70人民币 70块钱的蟹腿 海鲜大杂味 我们先尝一下哦 好吃吗 妈妈 好吃 记得关注呢 妈妈 好吃吗 哈哈 你等一下还没来呢 好吃吗 有点辣哦 帮你们尝一下 这些纯 就直接把螃蟹 跟你拆好了 就不用自己弄 然后这边的特色 就是直接把所有的海鲜 都帮你处理好 然后炒成一盘那种 泰式辣炒的味道 然后就是那种 泰式辣酱的味道 很好吃 这么大 这么大一盘炒饭 真的太大了 桌都放不下 这一大盘也才 70块钱是吧 都三百五岁 对 满满的 满满的鲜肉 噁心的辣 真的是 好快吃吧 Emily尝一下看好不好吃 点个 其实我们炒饭点个小饭就够了 还是吃完打包 好吃吗 多吃一点 哇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么咸 哇我们点的那个 不辣的给Emily皮皮虾 这个皮皮虾也是直接处理好的 哇 这个Emily最喜欢吃了 来 直接虾虾就可以直接吃了 不用 那我就帮你们试一下这个 我以前最烦的就是 皮皮虾剥皮了 不辣的好吃 因为我们整一盘全都是辣的 看这是不辣的味道 很鲜 它就很鲜 可以吗 这皮皮虾的话小 虾比较鲜甜 嗯 快快自己开场了 你看这个孩子 以后也要做YouTube哦 啊 亚断 阿姬吗 Emily你脸上这坨饭是什么意思 不喜欢太滑 然后那个冬银公又特别开胃 那种酸酸辣辣的味道 然后这种汤的话 就比较容易长胖 所以为了你们的你们身材着想 你们还是不要来泰国了 因为这个涉太好了 阿庄好吃吗 好吃吗 这一家 你来泰国 哎 欢迎来泰国 你也太商业了 哎那你平时吃的有这么便宜吗 一般的价钱 这正常是不是 海鲜的话 那海鲜一般是都是这个价钱吗 海鲜这个算不一样 嗯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多人哈 好慢慢吃啊 这个是我们家的保姆 吧 打招呼哈 一整盘的蟹饺 嗯 二十一 我不知道现在滚了多少钱 反正我也好久没有回国了 那我就觉得这个货价 对加拿大来说的话 简直是不敢想的 一家才 对啊 70人民币的话 就算13块加币 拿着加币在这里用 你说你要不要当皇帝 我不知道啊 关键就是加拿大的税比较高 像我们在外面吃个饭 如果你是要花了100加币的话 你要给15块的税 然后15块的小费 所以你随便吃一吃 你就要花150加币 就750块人民币 那这边的话 小费你想给就给对不对 然后物价也很便宜 嗯 对于很多 就是你可能没有太多钱人来说 所以他们会觉得泰国幸福感很高 那物价呢 其实全世界都在涨 那为什么泰国不涨呢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丢给大家 大家知道为什么泰国的物价 还一直没有涨吗 今天6个人吃了将近400人民币的 全海鲜午餐 不知道你觉得贵不贵呢 欢迎你给我留言哦